你跟诸佛入来有什么差别 也丝毫差别都没有 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讲的是 第一个是情职 你放不下 你迷了 情叫迷情 没觉悟 觉悟了 这迷情就转变 就变成智慧了 为什么断不掉呢 你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只要这个东西不断 你就出不了六大轮回 念佛也不能往生了 这是从礼上讲 可是四上讲呢 情职很深的人 只要你一句佛号功夫得烈 你把它压住 它不起作用 这在什么时候呢 灵命中是最后一念 你能扶得住 那恭喜你 你叫代业往生 就是带着你的情职去往生 另外一个就是烦恼啊 贪嗔痴吃满意 这烦恼 一个情职 一个烦恼 这两样东西 让你在六道里头 长戒轮回 轮回是什么 祖梦啊 勇家大使说的好啊 梦里明明游流去 绝后空空五大千 现在阔修家也明白的告诉我们 宇宙之间这些东西不是真的 全是假的 它是怎么 为什么会限这些问题呢 这个宇宙舍法界 一真状言 为什么会限这个境界呢 迷失了本性 本性里面的智慧得下 产生了变化了 这一迷 智慧就变成了烦恼 变成了情职 德行呢 德行就变成了造业 造这个善务业 燃尽业 造业了 向好呢 向好就变成 舍法界变成六道 变成三土 变直了 不是不起作用 作用变直了 一念觉悟 它就回归到正觉 回归正觉 就是舍法土 舍法土 里的一真状言 换一句话说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化脏世界 这种事情 总得搞清楚 搞明白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才知道佛法 在事出事法里头 无比的殊胜 我们这一生当中 有幸遇到 不时容易死去 开尽机上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是百千万劫今天遇到了 也是彭上身说的 他说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的一桩事情 被你碰上了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 我们遇到了 遇到了当面错过 那就太可惜了 遇到了应该怎么样呢 这一生当中称佛 我们没有本事 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一下放下 咱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本事 遇到这个法门行 老实念佛 用这一句佛号 把你的情职烦恼 扶住 就行了 那他不要你不叫断 断太难了 我这一句 这个阿弥陀佛 能把情职跟烦恼扶住 就是中文的大德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头起来不怕 第一个念头 情职起来了 烦恼起来了 第二个念头呢 阿弥陀佛 就把这个念头 换成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 只许你有一念 不许有第二念 给诸位说 这叫念佛 念佛不是念的 佛号念的越多越好 不是这个意思 念佛就是叫你 把这个烦恼习气控制住 时时刻刻有警觉性 念头才起 马上阿弥陀佛 就不要想他是下念我念 不 什么念头都不要想他 马上换成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换得要快 佛祖话说 第二念又是亲自 第三念又是烦恼 念念就迷了 这叫真正会念佛 念佛是怎么个念法的 不能不知道阿 这样念法呢 功夫就得了 慢慢怎么样呢 慢慢的时候 这一天到晚 只有佛号 没有忘念了 功夫从哪里进 古人讲一只箱 我们现在讲24小时 每一个小时 这古代得讲的 还有三五个念头 回起来 功夫不错了 大概念佛要念多久的时间呢 应当是三年到五年 勇猛精进 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古人讲一只箱 一只箱 长箱 一个半小时 短箱 一个小时 他是用这个来计算 算时间的 一只箱里头 还有三五个念头 三五年的功夫 才行啊 我们现在想想 不要说 说多 十分钟的时间 你有多少个念头起来 一面念佛 一面念头回起来 十分钟 你看看有多少个念头 不知五个 这说明说 我们不行啊 人家一个小时 才有三五个念头 我们十分钟 就超过他多多了 有时候一分钟都不行 都有念头起来 念佛的功夫得利不得利 就从这里观察 念上个七八年 一只箱里头 偶尔还有一两个念头 念到没有忘念起来的 你这个功夫就扶住了 那叫什么呢 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一片了 扶住了 在这个境界里头 那就恭喜你 你往生自在了 你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与这个世间还有缘 多帮助一些众生 行 没问题 你在这个世间 爱住多少年 就住多少年 为什么 是运力 它不是业力 我们凡夫做不到 凡夫是业力 这就是有寿命 寿命到了 医生没用 再好的医生 他能医病 他不能医命 如果医生好 这个人寿命到了 阎王派无常小鬼 去抓他 那医生把他赢命了 那 阎王不就傻了 没这个道理 焉鱼有所谓 阎王叫人三根死 不敢留人到五根 延长两根的时间 都不可以 这就是寿命跟疾病 是年八四九 疾病当中 医生用错了药了 也能把你治死 如果你还有寿命 依旧能够回来 寿命到了 那就没法子了 那就回不来了